亚太之行彭斯副总统将阐述的三个重要主题,美国副总统彭斯在新加坡东盟峰会期间与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谈,2018年11月14日美国副总统彭斯代表特朗普总统出席11月14日,在新加坡开幕的东南亚国加联盟东盟第33届峰会彭斯也将在本星期,晚些时候, 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APAC第26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重要演讲由10个东南亚国家组成的东盟峰会是讨论该区域安全的论坛APAC是亚太国家讨论经济问题的场合 美国行政当局的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三,说彭斯副总统此次亚洲之行将阐述美国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 这个战略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在越南新港出席APAC峰会时提出来的,这位高官表示彭斯副总统将阐述三个重要主题 第一是繁荣,亿泰国家无论大小相互合作在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获得繁荣 第二是主权亿泰国家无论大小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领土主权,确保信息自由海上和空中航行自由 第三是安全与和平,这包括最终,可何时的朝鲜去核化 在南中国海问题上,达成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 彭斯副总统星期三会见了出席东盟崩会的越南总理阮春福双方讨论了约束声索国 在南中国海行为的行为准则以及美国和越南的经贸合作议题 越南,是南中国海主权声索国之一 在一些岛屿的主权上同中共有争议 这位高官说,彭斯副总统星期四将在东盟领导人峰会上坦率论述美国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 推动达成具有约束力的行为准则 任何主权国家无论大小,都应该受到尊重 国际法治受到尊重,不容侵犯 任何国家的主权预计 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六将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APEC峰会上发表重要演讲 论述美国的印太战略和愿景 以及其他国家,如何加入到美国的印太战略中 这位官员说美国的自由和开放 印太战略是基于共享的愿景 基于共同价值 基于市场原则 基于经济一体化 基于同美国的盟国 及伙伴国合作 这位官员指出 彭斯还将阐述自由市场给各国发展 带来的一处倡导美国私营行业驱动的发展模式 APEC将如何制定加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规则 而这与中共一直在亚太地区进行的债务外交 形成鲜明对照这位官员说 斯里兰卡、马来西亚等国家 由于接受不透明的中国贷款 陷入了严重的债务问题 一段时间以来 一些国家指责美国 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所谓单边主义 反对多边主义 但是这位官员说 彭斯副总统此次亚洲之行将证明 美国愿意与盟国合伙 但合作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 美国一直在 太平洋并将永远在太平洋存在